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制品可以挣些零花钱的时候 我每天呢也在努力 一直的坚持着 到今天呢我也做了一年多了 这段时间呢 我感觉特别的压抑 自媒体这一年多以来 我给大家展示的都是我 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一个坚强乐观的心态 大家都知道 我出生于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家庭 我的父母双方都是残疾人 现在呢是一家三代残疾 父母残疾 我残疾 孩子残疾 我也很想像你们正常人一样 能够上班挣钱 可是我也去找过很多工厂 都被老板拒绝了 因为我的双手不灵活 我的双手也是残疾的 很多时候我在想 上天让我的脚残疾 哪怕就是让我的手好 那又该有多好了 可是很多事情呢 都是自己命中注定的 也无法去改变的 这段时间 这个自媒体的收益呢 让我很揪心 因为在这一年多以来 从最初的开始嘛 少一点 但是到中间呢 每天至少呢 也有十多二十块钱 这样子的收入嘛 但是这几天 就是只有几分钱到几毛钱 我的心真的凉了 现在想要在自媒体 挣到钱呢 也特别的不容易了 我们每个月生活还要开支 孩子每一年穿那个矫正鞋 那个矫正鞋呢 都是几千块钱 每一年都要换 还欠了那么多的钱 生活真的 有时候特别的压育